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一趟武汉 但是他在武汉并不会做过多的停留 大概是凌晨四点左右 就会从武汉又返回宜昌 然后呢 宜昌市区的毒品的数量就会提升一些 顺着陈某的这条线索 通过层层的排查 警方最终挖出了一条 从缅甸经西双版纳到武汉最终在宜昌分销的贩毒链条 2019年的5月2号 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 准备将这一个团伙一网打尽 没想到 就在此时 却出了意外 就是什么 又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看完网了 没做 看到没有 这个大火在这时时 就正常来5月2号 就开始从景洪出发 然后又一路就是经昆明啊 经贵州啊 然后从湖南呀 到武汉 conditions in the face 转开 第一名工程就是到这个高了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预先的打击方案 既然大货车要来了 家里的后备力量 后备主 就全部都到我块了 当时从白天十点钟 到晚上凌晨两点钟 那个时间段 整整二十个二十几个小时左右 很疲惫的身体 但是又不敢放松 时刻得准备和警惕嫌疑人 到我们这个观察哨 观察点来进行交易 所以说人除了身体上的疲惫 精神的压力也非常大 为了保障物理员的打击 我们甚至专门安排民警 在外面出大货车 为了封闭这个道路 做了很详尽的工作 在进行入翁了 先等湖北这边动手之后 人抓不成功之后 我们云南上线再动手 最后到了之后 这辆货车没有到我们的前期淹判的这个物流公司 这就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地图 从2019年的5月3号开始 禁毒大队的民警们就在江汉区大兴路的温州大酒店这儿 东西湖区的神州物流园 还有云南省西双版纳 逮族自治州 蒙拉县三处准备同时收网 抓捕一伙跨境的贩毒团伙 但是到了交易时间 这伙人突然改变了原先的交易计划和地点 那是警方暴露了行踪了吗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的3月 在宜昌淋包贩毒的陈某 将这个警方的视线带向了他的上线 武汉温州大酒店的经营者舒某 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就发现 舒某的上线是贺某 贺某通过和大货车司机魏某合作 将毒品从中缅边境运往武汉 2019年的3月24号 警方突然得到消息 贺某和魏某有可能会在武汉见面 而这个时候魏某开着车 离武汉只剩下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而此时的警方还是远在宜昌 离武汉300多公里 开车大约需要4个小时 管不了很多了 我得必须的速度往前赶了 赶到武汉的时候还好 正好他们在中家村汉市商门口 见面的时候我们赶到了 中家村那个有个沃尔玛 那边很大的超市 人山人海 你跑到中家村里就是到了 就是知道他们见面 你要发现他们也很难 到达了武汉中家村之后 很快 发现他们两个人接出来之后 接出来之后离开 离开赫波就回到中家村自己的家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走过马路 上天桥过马路 然后我发现他去了一个银行 第二天我们马不停歧地赶到省 农行的省分行去调去了 相关的监控和交易 当天所有的ATM机 那款ATM机的交易流水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线路现在是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晰了 然后呢通过这魏某啊 开大货的刺激啊 进行研判地发现了 这个魏某呢 应该还不是户的来源 他平常就是个司机 我们派员赴云南 开展专门的政策工作 也是很短的时间内 我们基本上就锁定了 这个魏某的毒品来源 这个应该是云南方向的 一个新波的波某 一个栏子 整个一个链条 云南 京 贵州 湖南 到达武汉 然后再到达宜昌 这边叫网络 就很清晰了 车里面一般是两到三人 有时候会试 基本上是一直在车里 出达必要的 就是上厕所 和隔一段时间的购买食品 并且为了长时间 遵守的话 都是尽量减少饮水 跟减少食物 我们4月中旬15号左右就过去了 先头部队到达武汉去 主要的目的 一个是为了彻底摸清 我们确定的相关嫌疑人 他的生活规律 现在能碰到物流园 物流园里面 我们侦查车辆都用的 都是小车或者越野车 扎在物流园太多 扎在人家或者仓库门口 也不像 太明显了 这太奇怪了 为了确定这个现场环境 我们先头部队 连续三天 凌晨三点起床 到达物流园 在武汉等待期间 我们就基本上摸清了 相关嫌疑人的一些规律 几杯子吧 刘某 贺某就在武汉的中家村 贺某也长期混进赌场 一直涉毒 刘某也是因为涉及 有一起故意杀人案 结果被判了手 然后杨某坐得远一点 所以杨某有个车 一个奥地A6 然后贺某有一个车 一个蒙牛 云南的这个上线 波某和咱们的武汉的这个贺某 两个人原来本身就是在云南一起进行过强制隔离戒毒 戒毒场所出来之后 两个人继续联系 然后就萌发了做这个毒品生意的这种想法 大约在四月到了四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来了三个人驾驶一辆车 波某从酒店房间出来 这是我们看到的也许到了监控的 从房间下来下来之后 波某的车会被箱打开 那三个人把钱转到了他们另外一辆车上 就把钱给拿走了 但是因为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最终彻底的瓦解 打掉这个绿素链条上面的这个环节 所以说到云南送钱那个环节 我们只能观察 但是正是因为 这个境外的人过来接了钱 那么越发说明大战将领进 这个毒品肯定马上就要过来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宾馆 那些客观品方面的全职 三小品块 目前面租物的特意区盘店 就是这个车 我怎么看 就是这个车 我怎么看 就是这个车 看往哪里走 拍了没有 再拍 在拍视频 拍视频 带不清楚 带不清楚 换命 换命着 换命着 最近别人让妈离 Isn't that good at you? 你好けど 我们没变 不变了 大车看有没有车位 你不见得有车位 四名的车位 四名的车位 他们想想下车吗 下车下车四个人 三男一女 三男一女 走走走走走 刚刚走走走走 三男一女下车 嗯 嗯 啊 啊 我们以后来 我们不是这个 警察 我们都有 都可以观察 你比如说打鼓巴 李温 李温 是否说到 你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这是后面的车子 这是怎么排的 什么 母牛 牛是吧 哎 还干嘛喝啊 红车子 哎 小龙眼啊 哪个哪个车 他车还在 三种 五二天啊你 那小小子是不是这车 他把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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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活来的吗 是死了 活来的啊 不是 不是 不是吗 不是我 应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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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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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在那里 死了 死了死了 死了死了 好 应该死了 这些人呢 迟迟的 迟迟的 就没进行交易 后来魏某从这个贺某的车上下车之后 开始动大车了 这个一动大车啊 就出现问题了 贺某的车和魏某的车 行进的方向 没有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这就出了八万 是什么 选题忘记了 你这个 给我过来 给我到魏某围圈里面 看GPS 在那里 宝石跟那边猛牛 最少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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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街景或者是车辆伪装进行靠边 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后台 根据GPS 确定两个车辆在这里聚拢 然后根据我们GPS选试 在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两个车就分开了 那么就根据我们提前制定的第二套方案 这时候放嫌疑人回去 嫌疑人一般 贺某取完货之后 就会回到中家村的家 这时候 我们前期指挥组 兵分几组 一组 上高速跟货车 我们其他的分的三个抓捕小组 从各个埋伏点向中家村集合 警方最终启动了第二套方案 等他们完成交易之后 再分别进行抓捕 但是贺某这次又没有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 他没有回家 而是把车停在了马路边 警方的行动之后 贺某直接就跑向了地形复杂的老旧小区 贺某和魏某 警方能够顺利地将他们抓捕吗 当时因为我们是多警种 多单位联合抓捕 而且是七十余人 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全部当时使用的是三五零兆 但是在现场时 只是发现三五零兆 不是那么灵密 不能及时地传递信息 虽然前车后车 没有任何交流 大家不用说一句话 但是大家确实知道 现在我该怎么干 名字 名字 走开小哥 走开小哥 不要走开小哥 小哥名字 嫌疑人控制住之后 在我改到现场 马上对嫌疑车辆 也就是贺某所驾驶的 那个车辆进行搜查 这次要走点是吧 来 后面 看点 在哪里 丢在后面箱 丢在后面箱 当那里 那里是吧 是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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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是吧 来 现在吃 这不是牧师 来 来 来 找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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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点牧师 问你 再多点牧师 我先把这 你吃点回来 我先把这 我 吃了这个 我来 好不 再多点牧师 这位去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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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要这个 要几万钱 要几万钱 几万钱 去几万钱 同时呢 其他的小组 都在各个地点 开展手法行动 当时守护部定的是 当贺某拿到东西 叫动手抓捕 我们就 我们这边也开始围绕 波某抓捕 来制定的方案 然后就还有一个 城上旗下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波某是怎么样 把毒品卖到遗伤的 通过我们说的大兴路的 温州大酒店的苏某 苏某是温州大酒店的实际性因子 然后发现他的酒店 上面有天台有阁楼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个制高点去 对于那个酒店进行认证上 发现楼上有加盖层 苏某的生活起居 还有日常办公 还有别的生活阶段 全部在加盖层 安全犯有加盖层 还有一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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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上 我去 我去 我去过哪里 最后呢 再给我车 给我车 啊 别动 你越动越紧 这个过程中就说 就让派议所的民警 在走在前面嘛 就像正常的一项派议所来 来找你谈话 找你了解情况呀 正常的一项派议所 就说 参与这种模式 他爱人也 本身也认识派议所的警察 晓得这个警察 经常上门来了解情况 我就说 因为他毕竟是坐牢出来的嘛 他还在假时期嘛 经常过来问一下情况 来的情况 他二人还在和民警 打老虎下来 任何模式 我们是趁着不注意 把他 他起来之后趁着不注意 然后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下去把人抓的 手机呢 手机呢 手机给你拿到 你手机手中拿出来 我们都在录像 你手机有个手机 你手机也好 什么东西也好 你们是湖北的 明确告诉你 湖北的 湖北警察 我们一个跟踪组 在省街接通了大货 抓住了这个运货的司机 魏某 然后云南工作组 同时 等到我们武汉 一宣布 这个收官的消息 收到好消息 然后那边 马上对上线郭某 开展抓破 事先都已经潜伏在郭某 这个农村的屋周围了 我们武汉 一旦有喜群抱过去 那边马上收网 郭某也顺利落网 同时 咱们宜昌这边的收网组 也开始行动 就算这个陈某到岸 起来 走开 走开 爹 我叫你不等我来 找个家人 不等我来 爹 不要等我 在家里搜索的毒品 也是一点几公斤 这样的话 多个战场 同时搜 该案就顺利搞破 蔡警官我原来出生时间 在外地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外边工作都是报喜不报忧 说他现在过得很快 我很开心 这地方风景很好 说说当地的风普人情 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 但这些东西尽量 还是不让家人去担心 去考虑 回去了老婆老跟我说 别人都回家了 还会讲讲工作上 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 我说我跟你讲这些 我觉得也没必要讲给你听 我讲给你听 只会引起你的担心 对 在车上稍微打个对 因为毕竟长时间 那绷紧人可也不睡 但是你的精神 你受不了这种疲倦 我们蹲那么一两天 要看的人 可能只会在我们视线里面 出现十几秒 一走而过 或者车子一晃而过 看掉了就是白灯了 带了这么大的队伍过来 犯罪嫌疑人 现场交易 换了 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究竟这个毒品打不打得到 如果打不到 有点无言 面对抢夺腾腾的感觉 这个禁毒工作 队伍是需要专业化的 因为它打击的对象 它是比较贴取的 因为毒品犯罪 它危害的都不是一个人 或者一个家庭 它应该是要危害的是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公安机关 在这个对毒品犯罪的 这个采取的 就一直是采取高压态势 就是有毒必收 有案必打 2019年5月4号当天 警方在武汉 宜昌 西双版纳 共抓获涉案骨干成员8人 而在随后的收网行动当中 又相继抓获相关的 涉案人员13人 至此 这起跨境 跨省贩毒案的 所有的涉案人员 全部归案 目前该案已经进入诉讼阶段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禁毒之战 明天继续 年轻人员 快点 你看 我们这一ety 这句话 小鸣的 这句话 是 你再说 你再说 这个东西 你再说 你再说 我说 有没有